一席黑套裝好段時間沒在媒體前亮相 瑪莎自嘲這回以五分之一個五月天的身份出席 迎來人生第一本新書 籌備一年多 紀錄從還是男孩時開啟的音樂之路 也透露自己藏了不少跟五月天的故事在裡頭 出事提升会給自己銷量壓力嗎 銷量目標不敢想 但只求大家看完會喜歡這樣就好了 目前光是預購就銷出至少八千本 十二月中還要啟動北中南三場簽書會 也順利完成人生清單中作家的選項 但日前團圓石頭在台北女子圖鑑里和桂輪美有激情戲 阿信才說得抓來好好拷問 不料瑪莎抓緊機會搶先虧了一番 演戲這個門檻比較高一點啦 然後體格也要好 以防碰到那個石頭變舌頭的這種鏡頭 那石頭那個是你OK嗎 你OK 若肩換作是嗎 換成我是桂輪美我不OK 我當然不OK啊 緊接著眾人最期待的年底跨年演唱會將在桃園連唱八場 瑪莎透露這周新加坡巡演結束後就要進行密集排練 承諾會給粉絲滿滿心意 我們還加了一些可能改了一些不一樣的編曲這樣 就是希望不管是有沒有看過那一場演唱會的朋友 都可以感受到一些新的氣氛 所以說不透露嘉賓 但承諾明年有機會唱到其他縣市與舞迷們一一復原 TV新聞路後常常不去泰國的道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